最近我这个iPad mini用的很多 然后发现了一些使用中的诀窍 赶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内容稍微有点多 建议您先收藏 肯定有您不知道的 第一 Apple Pencil的用法 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根笔 由于我完全不会画画 平常我就用来寄个笔记 或者偶尔的涂鸦 咱们就来聊一聊最基础的几个功能 从主界面的左下角往中间滑动 就是截图 如果您用的是Safari的浏览器 还能够在上面选择 整页的截图 全屏截图 从右下角往中间滑 则是进入快速的笔记 可以选择手绘 或者点击A的笔触 选择文字输入 如果写错了 可以滑动几次进行删除 在文字上面滑动 就是选择这条文字 在文字中间画一道竖线 就是插入空格 在光标处长按 就是插入文字 如果想要另起一行 可以咱们来到右下角 小键盘的按钮输入回车 如果笔记临时不用了 可以按住上面的横杠 挪到屏幕的任意一侧 下次咱们在用的时候 可以直接给拨拽出来 在设置里边 Apple Pencil里边 可以选择左右清扫的内容 目前只是支持截屏 或者说快速的备忘录 或者关闭 您可以进行调换 二键盘 无论是横屏还是竖屏 咱们iPad的键盘都有点大 不太好操作 可以在右下角 键盘图标的位置 选择长按 拆分键盘 就是把键盘拆分成了 左手和右手 这样大拇指都能够方便的够到 还可以选择浮动键盘 将键盘缩小 按住上面的横杆 就可以左右的进行拖动 这样就不会挡住 整个页面的视线了 您还可以在上面滑动 手指放大 这样就可以回到 全尺寸的键盘了 在全尺寸的键盘上 咱们往下拉动 就会输入按键上面 灰色的内容 不用再去切换标点 数字的符号了 三 从iPad导入 如果您同时使用Mac的话 可以选择在桌面的空白处 双指按压 然后选择从iPhone或者iPad中导入 可以添加拍照扫描文档 或者说速贿 比如说你有一份文件 需要添加个签名 这会儿你就可以在Mac上面选择 导入速贿 这会儿iPad上 就会呼出来一个快速涂鸦的功能 签好了之后 选择右上角的完成 再回到Mac的桌面上面 就会有一张背景透明的图片了 您可以任意的安放在文档 或者说图片中 还有一些文件 比如说我之前装修时候的购买记录 购买文档 这些文件平常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但是你还不能丢 也可以通过这个功能 利用iPhone或者iPad的扫描 快速的形成电子档 方便保管 四 收发验证码 现在各个平台登录 都需要你输入手机的验证码 如果你用的是iPhone 可以在设置信息里面 短信转发 选择需要转发的设备 这样下次再登录平台看剧的时候 短信验证码 就可以直接自动的 转发到iPad上面了 5 多设备联动 如果你正好有支持投送的设备 可以选择将iPad上面播放的内容 直接进行投屏 比如现在很多智能电视 其实都支持智能投放了 播放暂停什么的 都可以直接在iPad上面进行控制 开会需要演示的话 也可以通过屏幕镜像的功能 右上边往下拉 将iPad上面的内容 直接就镜像到电脑 或者电视上面了 尤其当你需要选择画图演示的时候 真的就特别的直观 非常的方便好使 六 文件管理 虽然iPadOS的文件管理系统 没有那么的好用 但是临时用起来 还是有一些诀窍的 比如双指放在文件上面滑动 就是同时选择多个文件 点击右下角更多 可以选择将多个项目 新建成一个文件家 这样在你选择文件 进行整理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方便 它就会自动挪住到 你新建的文件家里面 长按某一个文件的时候 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快速操作 根据文件类型不同 快速操作的内容 其实也不一样的 像图片就可以选择 左旋转或者右旋转 生成PDF 还有可以转化成 各种不同的模式 在文件界面 单击左上角的三个远点 可以快速的连接服务器 或者说扫描文档 如果你的网络里边 有NAS或者RTP的时候 储存或者取用文件 就非常的方便了 不用再通过AirDrop 进行传输了 扫描文档 则是跟前面说的 导入内容是相似的 只不过这一步可以直接在 iPad上面进行完成 像一些平常咱们用的比较少 但是关键是 可有需要的文件 就可以快速的用它 来形成电子文档保存 或者说是可以直接保存到 iCloud上面 方便多设备进行取用 7.iPad计算器 众所周知 苹果还没有给iPad设计好 计算器 我也不知道 猴年马月了 实际上简单的预算 也是可以完成的 主界面往下拉 可以护出快速的搜索框 在里面咱们输入计算的内容 就可以实现简单的计算了 还有一款我用了很多年的 叫做Peacock的App 免费的Lite版本 就非常的好使 那界面跟苹果的风格 非常的相似 像我这种Sign Cosign 早就还给初高中老师的人来说 Lite版本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要复杂的功能 可以下载这个68块钱的版本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多谢您的宝贝时间 我是小茶 咱们下期见